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rystal 你有没有参与新股市场吗 我都有 主要是香港市场 美股市场都有IPO 明白 我知道香港是公开上市的形式 那在美国上市有什么形式呢 其实在美国市场来说应该有不同的几种上市方式 最简单的是IPO 不如Alton你介绍一下 好 那IPO就叫做首次公开务股 其实跟香港的形式是好似的 是一个公开的形式 将一间上市公司的股票发售给公开的市场 这个形式就是比较常见 流程比较固定 透明度比较高 通常是由投行和机构去参与上市公司的定价 我知道Crystal也很熟美股 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下美股又有什么上市的方式呢 其实除了大家了解的IPO之外呢 还有两种另外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说直接上市 如上的星期有上市 直接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的Coinbase 其实就是相当于货币的一个交易市场 那因为它本身自己有自己强大的用户啦 还有大家的认可 所以像这种独角兽的公司呢 它就不需要经过公开募股的方式召集大家 所以它直接就是到了交易所上市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其实是属于两个企业之间的 很多时候是这种壳的公司 那例如这个Grab啦 还有Oternator啦 它们之间的合作其实相当于是 一个是有资本没有实际的它的自己业务 那另外一个是有它的主营业务的 所以它们两个的一个真正的结合 所以相当于是一种合并的方式 都是可以这样子经过方式来够美股上市的 那不如我们来个简单的总结先呢 那Crystal 你说回刚才的Primary Direct Listing 和SPAC先呢 嗯 其实我说一说呢 除了IPO之外 那其实它们两个的显著的特点来说 从五个维度 第一个是它们目标大家上市 其实都是另外一个是属于业务的退展 另外一个还有是资金的募集 那Direct Listing呢 它就直接上市以外呢 它其实是对现有股东提供的一定的流动性 那么它们比较IPO来说的话 整一个募集或者是整个筹备时间 是可以相对较短的 对一些初创的公司 或者是一些独角说公司来说 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考量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是它们的定价性 那定价性因为它直接上市了 所以相当于这家公司已经没有经过 其实跟其他的投行有相对的一个商务的时候 所以它们相当于直接定价 那另外一个是因为它们是做的是acquisition 相当于是大家合并的情况下的话 是两间公司自己去洽谈的这个价格 所以大家的参与度也是比较低的 在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那费用方面来说的话 他们其实整体来说 因为没有像IPO一样可以经过需要那么多的参与 还有一个整个过程 所以整个申购费来说 其实整个费用还是相对较低 而且SPAC 而且还可以分阶段去收费的 如果第一个阶段收了几多个% 可能一般是0.0% 但第二个它们在merge阶段的时候 又会再收一个另外的费用 所以它可以分阶段去收费 对于一个初创的公司 要真正走入大家的视野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明白 那我最后就补充了 如果是IPO的形式 就香港的投资者明白多些 那就是没有集资金 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可能要一年到18个月的准备时间 那就会定一个下限和上限作为一个招股价 费用相对较高 而流动性是相对较低的 那最后Crystal 还有一些美股的消息给大家知道 是的 就是在我们会立买入美股 1500斤每下 我们就是零佣金 零平台费的 特别还有我们的美股 也可在抹斩利率 相对来说是3.75 相对一个较低的利率 能够帮助大家进入美股市场 而且可以参与到新股的交易 好啊 谢谢Crystal 谢谢大家 谢谢